記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不明白什麼叫做暗握學的 我是不明白的 在我自己的創作歷程裏邊 都是在某程度上面 可能我和剛才你說的成長 都會很大的關係裏邊 尤其在晚上 尤其是沒有明明看到別人的臉 因為以前的燈光是沒有那麼強的 但它是有關心的 我會喜歡關心大一點的東西 我不太喜歡太平的 平不是代表不好 我個人覺得在關心裡面 我們會看到聯想力多些 看完反而聯想力就會變低了 那個黑和白可能變成正邪 或者是有規矩和沒有規矩 在創作劇本裡面 永遠最重要都是人物 我不相信 我不是很相信 正人君子就是一個完全完美的 我覺得那個不完美的 是要有錯有對 而在錯對裡面 作出最英明的決定的人 反而我覺得這些人 有些血肉 錯了再改 錯了再改 是人類來的 是性格來的 是一個好玩的性格來的 所以在黑的世界裡面 其實很多不同的處境會產生 由黑變白 由白變黑 黑澤民的電影世界裡面 人物很好看 即使很簡單的場口 在戲劇的運用上是非常好 人物的描述是非常有力的 和深度的 他那個最講故事 我很喜歡 他的簡單鏡頭 是表達得非常淋利盡子的 他不是很多很複雜的鏡頭 他不是希致角來的 他是一個很 很端整的一個 一個用鏡頭的導演 但是他裡面的東西不同 是學習了怎樣去講故事 黑澤民令我 我覺得我看他的電影的時候 而不是野武 我是喜歡他的電影 但是我不 有些人不會說 我的電影有些東西像 其實我不會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都奇怪 比如在動作 在暴力上 我不會是他這樣的 他可以整隻筷子插進去 那些這樣的東西 我是浪漫了我的痛苦的 我不會把痛苦 你看完之後會說很痛的 我盡量希望他是一個浪漫的形式去表達 可以說是一種節奏性的東西 就不會覺得是一個很暴力 我不希望他有暴力 我覺得是一個很膚 很舊滿足感的畫面 為什麼 在電影那個裡面 其實我挺喜歡闊人網 我自己 我記得是沒有錯的 應該是第一次看闊銀幕的電影 是獨行的 那個畫面的極端是很重要的 每天是最闊的 幾乎是哪一位都可以擺到東西 但是以現時的銀幕和戲院來說 是很具一個震撼力的 當然現在的戲院這麼小 當然不會 除非你i-max比較大的那些 還有那套力 現在那些什麼戲院 不是戲院的 是視影室 全部都是 一點興趣都沒有去 沒有想著去戲院看電影 這一定是假的 沒有什麼真的 他能夠在一個時代裡面 反射到人的情緒 或者那種描述 即他得到當代人 或者當時的一些觀眾的欣賞 是必然有其道理的 我覺得就是說 你今天看回來 可能未必那麼強烈 東先生的電影裡面 有時候那些咬借幫 所謂叫做 午夜場那些必盜那班 他們很喜歡那種英雄感 和那些所謂叫做義氣 又或者不公義 或者什麼 是有些反應的 是抒發到的 你會看回之前 林寧東的江湖片 或者英雄片 類似這些的話 是不是很多的 不是好像他那麼激 去到那麼盡 人一年到那麼盡 是比較少的 他也是一個很明顯的領導者 我們兩個一起的時候 最比較親密一點 就是兩個一起的時候 1976年拍《書劍恩仇錄》 我們兩個都是王天林的導演 幾乎是除了工作上天 但是我們同一間房間 租一間房間兩個住的 你根本我早上 例如零六工作 去完了外景 回來創景 都二六了 然後幾個小時 以後就要開工了 那我們兩個 可以容易些上班 有時候不知醒的 都幾嚴重的 我們很少兩個坐在那裡 說很多電影的事情 但是對電影的執著是一樣的 他那種狼狼比我 他的主觀是幾強 所以他才是不同的導演 還有很韌力的 他堅持就是很堅持的 真正是改變的 很多人都會說的窗戶 其實我又不覺得是 多清晰地去說我自己 我會說柔道龍虎榜 是有我很重的情懷在裡面 還有我不是拿著一支槍 那些這樣的東西 不是說黑社會的世界 是說幾大的一些 七十年代時候的一種力量 就是幾受日本片的影響 是努力加油的 就是那個感覺 在我當時七十年代出來做事的時候 還有那個世界的感覺 而當時拍這個戲的時候 好像是2003年 就是香港最不好 就是每個人好像很灰 很盛 我自己拍這個戲的時候 很受那個環境影響 而想回七十年代 為什麼每個人這麼努力 在香港有人做幾份工作 有人更熟夜效的世界裡面 不斷向前奔跑 就是那個戲 其實真的是從時代 給一個力量 給一個思考 我去拍這部電影 而我自己覺得 這個電影來自的 不是一個很單純的技巧性的東西 是拍得很不好的另外一件事 是真正地由環境 令到你產生這個作品 現在不就要留到報告2 其實要的 你問我說要的 現在嚴重很多 是嗎 嚴重很多 就是猜不到可以做 很傷 很傷 香港電影人沒有什麼好處 是團結的 你想想我們七個導演 一說不說就做 在很多國家未必可以 我覺得 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程碑 歷史裡面 在香港未試過 由七個導演走在一起 我不知道歷史有沒有 大家翻查 即是 又算有都很少 題材本身是對 你在香港裡面一些感受 從五零年到二零二零年 這樣的故事 那誰拍哪一段呢 最複雜的 當時是抽籤 自己抽到什麼年代 拿著那個年代 就是想 如果有人跟你換 你就換 沒有人不換 沒有人不換 是經歷了各個不同的歷程 但是大家都對菲林這個東西 是非常之尊重的 因為沒有它 我們根本就不存在 在這裡上面是 有一點點和這個致敬 和菲林致敬 所以我們拍的時候 大家都用菲林 當然 各有導演各有不同的表現 但是是香港人的盛邁 這個可以代表其中一小部分 香港人的情懷 這個可以代表其中一小部分 是香港人的情懷